这里开护堂北美时间 2021年8月2号的午夜 已经进入到8月3号的凌晨了 我们下面讲后面一个重要信息 叫正海大陆拆解分析 大陆拆解分析 这块我们先看一个重要的信息 然后我们这块是有一个网友 我们这里的网友非常非常厉害 现在我们网友越来越厉害 而且是层出不穷 一个一个比厉害 而且各个方面是不一样 我们讲的 这也是一个网友新闻 应该跟刚才那一节衔接起来 大家看到上下衔接起来就知道了 跟刚才讲到英国伊丽莎白 这个是德媒 德国媒体 网友新闻讲到 也是来自于环球网资讯 德国媒体说 德国护卫舰今日启程前往印太 打算穿行南海 还希望访问上海 这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请问他一次进入政治雷区的旅程 德国明镜周刊8月1号报道称 因日本等国要求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8月2号将离开德国卫连港 启程前往印太地区 并计划穿越南海 德国总理此前向中方提出 让这艘军舰访问上海的请求 但中方没有回应 其实德国还是一直想跟中间调停 因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是最大的 相对来对他的国家来讲是最大的 所以他不希望搞翻 所以他还想中共 来讲意思就是说 我是来访问的 是来跟你友好的 不是想跟你对抗的哦 其实他留一个后手是什么 来瓜分的 一旦对抗起来 他毫不犹豫 哪里这么大蛋糕 你怎么可能放弃呢 所以我们讲他是一举两得 两边都不想得罪 再记得 报道称 这是德国20年来第一次派军舰到亚洲 该护卫舰将访问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 关岛 日本 韩国 越南 新加坡 印度等地 为期7个月 不得了 这时候载有240名官兵的军舰 已准备好应付各种情况 这话里面 应付各种情况 就是包括战争情况 包括中国军舰尾随和战机低空靠近的威胁 那为什么要加这条 包括中国军舰尾随和战机低空靠近的威胁 说白了 这里面话里面 明镜周刊透露 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为保持与北京对话 管道畅通 德国总理府和外交部 希望护卫舰停靠上海港 所以他也生出了一个 橄榄枝 就像之前的美国副国务卿 所以我到中国来去下最后通知 这个也是来探消息 探探情况 能不能中间做一个调停 作为调停者 他自己可以得到更高的利益 像这样方法 那我看中国的反应 我们讲到这个 他说 想停靠上海港 德国想树立榜样 这令日本等美国盟友感到不快 报道成中国尚未回应 德国的请求 2018年 德国外交和国防官员 访问日本时 与日方达成共识 日本希望德国在亚洲展现军力 日本其实一个人 单方面能够把中共干倒 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 但他为什么要拉这些人进来 他就不想自己 不是想不想独吞的问题 因为一独吞会引起巨大的反响 自己会得不偿失 所以他把这些人都拉到身边来 共同获取 这样的利益他有保障 这就跟李嘉诚一样的 本来说谈三七开 可以 我期你三 因为李嘉诚出钱多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李嘉诚六四 我拿六 我再浪出十 那人家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不得了 我们接着见 2018年 日本希望德国在亚洲展现军力 与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相抗衡 美英法等国 长期以来也一直期望 德国在太平洋地区 有更多的存在 德国国防部7月29号发表声明称 德国与其盟友一起 希望在印太地区展示更多的存在 护卫舰的部署是一种习惯性的存在 和训练巡航 过去也曾进行过类似巡航行 这一行动于德国政府 于去年9月公布的 印太准则相呼吁 柏林国防专家 乐嘉答说 这是中国绝对不喜欢的举动 既然中国不喜欢 你干嘛来 所以他又表示一看 我来是没恶意 我想停靠上海港 你允许 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此前强调 该军舰不会在中国南海岛礁 十二海底范围内通过 这是一个表示之谈 对于盟国来说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信号 关键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信号 你本身都友好 你跑过来干嘛 所以他是想脚踩两只船 我们讲的 焦点最后堪称 巴伐利亚号会议舰正在向东执行任务 已在中国周边地区展示存在 然而德国政府关于巴伐利亚号会议舰的指导方针 和信息中都没有提到中国 对于访问上海 中国可能会等待德国选举的结果出来再做决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看看网友针对这样的一些信息 他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解读 我们讲 我们的网友就讲德媒 德国会议舰今日启程前往印太 打算穿新的海 因为这篇文章刚才我们读 这篇是中共是国内的人写的 你看看从他的文章里面 字体行间里面透露出很多所谓表面的矛盾问题 所以德国在这里面两难 也是德国最后一个跟中共脑白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脑白 默克尔老想跟中共拉着 因为他的利益最多 相对来对德国来讲 拒重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他从中国人身上得了很多利益 包括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个奔驰场都没有完全撤 但是没办法也在逐渐的撤 这是没办法 所以既然撤去他也不想落后 既然大家要最终要解决中共 解决中国问题 那么要分一备根 那么人人有份 那么欧美国家 它是文明国家 也不会把它晒了一边 也就是这样有好吃的东西大家共享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网友说默克尔下台 代言人上位换政策了 那也就是默克尔是到几月份 九月份还是十月份 自动下台 换了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就派出来 这个情况 派出来 那么下台前 默克尔会见拜登 这是之前跑的拜登 其实就试探美国的一系列政策 没办法继续构兑 德国只能顺着局势来了 瓜分要排作词 完了 要排作词 所以德国是老想获取最大的利益 德国本身就是挑动欧盟 他是主动欧盟的倡导者 就想跟美国瓜分的 到最后看 搞不过 所以后来看看大事一定 所以赶快到美国来 跟拜登 其实想 然后再摸最后一次底 发现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没辙了 回家 所以这是在默克尔访问美国以后 回国以后 做的一个决定 他也要赶快派军人来 再来 再晚了就没他份了 再晚就没他份了 我们讲的 所以这样 就派了一书护卫舰 表个态而已 DS阵营的法国 加拿大 欧盟等国都没动 后伊丽莎白长线的起始 大陆拆解 薄离的开始 这是讲得很清楚 两个 那么法国和加拿大 欧盟 等国还没有动 其他小国家 欧盟国家 他会有些是 老早就跟中共翻水了 但是 碍于欧盟整体 欧盟整体 其实就是北约吧 我们讲到北约 北约之前也已经表态了 作为北约整体参与 他不会跟人来 北约整体参与 所以这里面 加拿大和法国还没动 大家等着慢慢就出来 然后后面讲 伊丽莎白的长线 起始 大陆拆解 薄离的开始 就这样 然后这里面 他讲到了 几个方面薄离 第一个 大陆内部系统的薄离 上帝用天灾诱发人祸 天灾诱发人祸 知道吗 通过灾难之类的 决堤 水灾 能祸 河南 通过河南 河南之类的决堤 水灾 能祸 包括 瘫痪 转移 专制系统 对疫情的控制 爆发了 波及全国的 疫情 蔓延 各地方通过 强制封城 封路 拖垮 地方经济 形成包袱 绝对是的 我们讲到的 随后下去 我估计这个很难控制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下去 会变成地方 正式的割据 这样就削弱了中央集权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哪个地方有经济雄厚实力的 准备充分的 就能够挺过去 经济实力不够 准备不充分的 就和你引起内乱 我们讲到 所以各个地方就开始 拖垮地方经济 形成报复 导致中共 中央 中央 熊 熊安项目 导致中共 熊安项目 国有企业项目 对外投资项目 集体难产 地方通过行政执法权的下放 独断专行的 疫情管制 形成日后 一个个剥离的 地方割据势力 这网友 这个就是 太棒了思维 想好了 大家想到这一层 可能还没想到这一层 所以往生成 这都是提前的预案 就下来了 这个你想 行政执法权的下放 所以导致地方 他就强制性 给你打疫苗 各方情况 这里的 剥离地方 开始地方割绝势力 疫情追溯 对大陆地缘的 限制剥离 通过疫情追溯 清洗联合 全世界清洗 CCP能源势力 通过疫情追溯 组成新世界联盟 军事上对 CCP地域周边进行剥离 挤压生存空间 通过疫情追溯 联合多数索赔国家 逼迫 DS金融系统 停止输血大陆 跨户 瑞士 交代 CCP家族财产 并对新世界联合 联合军国家 进行前期疫情补偿赔款 这是很重要 补偿赔款 通过疫情追溯 上述利益 好处 全世界清洗 DS势力 斩断于大陆 DS的勾兑 这才有德国护卫舰的表态 进一步对大陆进行地缘剥离 大家理解 这个网友是非常厉害 我们讲的 非常厉害 我们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我们把这个两样东西 一个大陆内部系统的剥离 上帝用天灾诱发人祸 通过河南之类的决堤水灾浪祸 瘫痪转移专制系统对疫情的控制 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疫情蔓延 然后各地方通过强制封锁封路 拖垮地方经济 形成包裹 导致中共的雄安项目 国有企业项目 对外投资项目 集体难产 地方通过行政执法权的下放 独断专行的疫情管制 形成日后一个个玻璃的地方割据势力 这就等于相当于军权下放一样的 虽然军权它不能下放 但是行政权这些东西全下放 地方割据势力就起来 然后疫情追溯 追溯疫情回后 马上再过20天左右 疫情开始追溯 对大陆地域的限制玻璃 通过疫情追溯 清洗联合 全世界清洗CCP能源的势力 通过疫情追溯 组成新世界联盟军事 上对CCP地域周边进行 剥离挤压生存空间 通过疫情追溯 联合多数索赔国家 逼迫DS金融系统停止输血大陆 跨湖 瑞士交代CCP加州财产 并对新世界联军 联军国家进行前期疫情补偿赔款 通过疫情追溯 上述利益好处 全世界清洗DS势力 斩断于大陆DS的勾兑 跨湖 这才有了德国护卫舰的表态 进一步对大陆进行地域剥离 一层层全剥离 我们讲到这个很重要 然后大陆老百姓的剥离 这讲伊丽莎白前期 不会直接和大陆进行 渔村军事争夺 就是香港 不会军事争夺 估计会发一个声明 阐述对渔村的责任 从英联邦 英澳 加速渔村签证 就表明动手的不可避免 英国和澳大利亚 加速渔村 就是香港 英国重返亚太的舰艇 常驻的日本的最大目的是给弯弯保驾护航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战略 联合 联军和保 我们讲联军和保台湾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战略 联军和 保 弯弯 独立建国 联军和 合起来保护台湾 独立建国 剥离了 这剥离 以上感觉和老百姓无关 但其实这就是将大陆老百姓 剥离出CCP的关键 大陆老百姓儒家孔孟 学了家文化一套 CCP又加强了集体观念 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弱点 就是老百姓保家跟随强者 然而CCP反复洗脑大一统 一旦丢势弯弯 害怕联军 不敢军事对抗 老百姓会认为 CCP不再强大 无论是底层老百姓 还是地方政府 都会到处找爹 另行出路 另行出路 这个就是这样 它是通过这个方式剥离的 通过这个方式剥离 那把中共的力量 什么厉害国东西 打入地狱 让它人引脑 没办法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 老百姓就要到处找爹了 就地方上就开始 因为家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申明一下 Q还在和全球DS DS焦灼对抗 老美的情况不允许Q消耗过多的时间 去和大陆长期对抗 这个是绝对的 我们讲的 没那样时间 真的没时间 网友穿插 我们不读网友 网友穿插说是还有一个作用夺命 全球的经济状况 民情状况 也不允许各个政府再继续耗下去 即需要一个突破口 把逮集起来的混乱的秩序 找一个出口 咔一下放出去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一定是的 我们讲到 全球进行 大陆的拆解步骤 就是讲到的 网友插话 都说俺也等 俺也等得及时了 先把沿海地区所有和电站的关键部门 控制 数据控制系统 通过弯弯独立 我们讲到台湾独立 弯弯目前清理加速 和一些国家的提前建交沟通 弥烂东南苏省 台湾一独立 东南各省 受制于联军保护 通过弯独立 无论是军队系统和地方政府 都会动弹不得 加上行政执法权下降 地方的疫情自治 中央的财政枯竭 这些地方政府会 政府地方政府会迅速于 驻管军队利益结合 形成早期军阀出行 没错 我们讲到真的是这样 这网友很厉害 把这个东西全部给解释一下了 那我讲西藏周边 受制于印度军事压力 补给经济 底子差 就是中共是没办法往西藏 西藏开战 你后勤补给都跟不上去的 这肯定是的 我们讲 加上藏传佛教的领导力 一旦中央财政匮乏管不上 和布林肯会面的达赖会北上 通过精神号召 让西藏周边 薄离拆解出去 这个跟我们讲到 西藏的独立就出来 这些都是一盘巨大的棋子 就是拆解 就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 苏联自我解体一样 苏联自我解体是戈巴乔夫宣布的 这个是外界开始给你全部拆离出去 云贵高原天高皇帝远 天然的封闭割据环境 受西藏和东南影响会加速剥离拆解 理解吧 大家千万离 这是今天的重点性 新疆对抗中亚几国 伊斯兰加上土耳其势力介入 后方补给的匮乏 兵潭撑不了多久 这会导致汉人屠杀大惨案 这个是最的 所以你要在新疆的人 趁早往内陆跑 要不就离开 离开避免这一块东西 新疆那块中共想汉化 没有汉化彻底 没汉化彻底 最后翻过来就这样 西藏也是个大惨案的地方 注意了 一定会有的 东北方向经济衰弱 受周边国家势力影响 估计直接自治 迎周边国家势力进入 就我们讲的 东三省那块 两湖地区 两湖地区向来土匪民风 割据宗族势力强大 基本也会自治 两湖是 湖南湖北 两湖地区 两河地区就麻烦了 河南河北就是动荡了 那么CTP剩下的人口大省 军援大省 军事资源大省 也就 河南 安徽 山东了 就是中原这条线 河南 安徽 山东 是在一条线上 大家看地图 看地图 然后多听几遍这个东西 一划分就出来了 明明之中 上帝安排 河南能获大水 大水灾 山东可能发生最后一次 大地震 最近天下蘑菇印 安徽离东南太近 历史上经常被影响而独立 那么安徽要独立 就把山东和河南就拆解掉了 中共的兵援大省 河南 山东 两个还有一个四川兵 我们讲到这个 然后 京义地区 周边国家太近 离京义地区 周边国家太近 失去北方东方南方屏障后 最后估计也只能入秦陵回老家干散了 以上全是架空 如有雷同群俗巧合 架空 伊丽莎白这时候拿回渔村 我赞成 谁反对 坚决赞成 这块分析的非常非常道理 我们就后面不重读了 大家希望 希望大家把这块拆解的步骤 基本上是按这个方式来 他讲的分得很好 内外怎么拆解 然后各个省怎么剥离 状况剥离情况 大家就知道 我们讲这个拆解是第一步 未来可能还会有第二第三步 甚至是各个省 先上来各个省独立 最后省里面可能还会有分离 根据情况 根据外来力量管控力度 一般来讲还会有分离 一分二分三分 一直到最后的 这个中共这个拆分出来了各个省份 达到了新的经济平衡为止 那个时候才会彻底稳定下来 如果新的经济平衡达不到 还会有相互的战乱 这种战乱不排除 就相当于前苏联拆解以后 格鲁基亚战争之类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都会发生 提醒大家这一点 好 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看 川普回归为美国续命 双一号的续命